Hello大家好我是RT 昨天验了上半部的薛丽丁格动画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验货推荐下半部吧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当然也可以加入会员 每个月赞助RT多喝两杯饮料 不不闹 先加入会员太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击超级感谢斗内给我哟 以下会有强烈的剧透无法的人 还请先行离开 那么首先就是下半部的吹爆系列 我的英雄学员黄金神威给不灭的你 入肩同学入魔了 这四部就不用我多做介绍了 跟间谍加加酒一样必照办理 然后是名侦探柯南 范能范泽先生 每期只有短短的9分钟 扣掉OPD的4分钟 全期只有短短的5分钟 一开场就风华吐槽 柯南追逐了米花亭 是狗也不敢去的死亡之地 真不愧是我们的范泽先生 头也不回的勇往之前 就为了去宰了他要宰的人 受伤家杀人事件 柜子的纹路跟刀痕也不一样 根据我看四大叔的外表 智慧却低于常人的智商分析 这里肯定是米花亭的平行时空 最后米花亭最稀有的物件 是正常的物件 因此价格都贵得下人 没钱的人在这里 就只能住凶宅 不过这点在台湾 好像也可以套用呢 突然笑着笑着 我就哭了 从此范泽先生在米花亭 展开了他的搞笑人生 但是最令我吃惊的还是 他们竟然把小然的叫 直接就画到了头上去 再次证明这里就是 完全的平行时空 不愧是我们的范泽先生 作画品之一 长得好剧情 跟着是搞笑的相当有趣 不看可惜 不过我完全不想看 范泽先生的屁股好吗 人类毛病大学 YouTube频道上的动画频道 改编而来 听不懂日文来看动画就对了 作为一部以人类的黑暗 为主题的动画来说 他的OP实在是超乎尝试的好听 一开场就告诉你 日本总共有七个死刑场 顺带提什么台湾 北中南东都各有一个 唯独南部多了一个 也就是总共五个 而且都附设在监狱里面 剧情更是述说了 死刑犯在监狱里都在干嘛 以及他们心境上的变化 甚至还提到了 某部漫画的续集 唯独男主还在想说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下一集 不过日本跟台湾一样 死刑执行率都相当的低 看到续集的机会应该很大 而台湾至2020年来 已经两年没有执行了 算人说不定 还能看到猎人完结篇呢 而至今也已经八年的政节案 数审倒是没有很快 数决倒是真的特例 判决完后仅仅一个月内就执行了 而剧终也说明了 日本执行死刑的方式 就是让三个人去按按钮 没人会知道谁按的是 把犯人处决的按钮 来减轻执行人的心理负担 而且日本跟台湾一样 死刑犯都是被归类为 不会回归社会的一类 所以他们不用跟其他犯人一样 饶动来弥补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等死 殊不知主角在执行死刑后 却意外的活了过来 都是因为他骑车的时候 撞过随机杀人魔的猴神 还没死掉 又因为脚形是让人紧追骨折了死刑 这才让脖子异常坚固的主角 活了下来 于是没死成的主角 死刑却已确实执行 所谓司法赋予的死刑执行权 已经消灭 这就让日本政府头大了 到底是要再执行呢 还是放他回去 然而要对他再次执行死刑 又有违伦理 这就是还手执行的缺点 不过台湾倒是有连补武枪 才挂掉了死刑犯 所以用枪就没这个问题了 不过后来动画又说了 日本明治时期也有先例 犯人没被挂掉 又因为他不是杀人犯 而是参与反明治政府的暴动 与烧毁建筑物的罪 最后来就得到了减刑释放 男的主角犯的杀人罪 就不一样了 但其实主角是得过无数致死 并都活下来的不死人 那么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从此开始男主角的奇妙人生 本作的作画虽然简陋 但是在氛围上的营造相当优秀 剧情资讯更是意外的 有料与发人声醒 还蛮有趣的其实 我家师傅没有尾巴 狸猫因为时代的进步 变得无法捉弄现代人 但是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你们的技术 没有与时俱进罢了 弄什么鸟鬼火 一个路灯打开就破空 不过就算时代再怎么进步 看到这种没有脸的 还是会被吓死好吗 这边则是搞笑的 弄成了要不要送医 也算是有点意思 后来小狸猫把主意 打到了洛宇大师身上 一瞬间就被试破了 不愧是我们的洛宇大师 结果小狸猫又无意间的跑去看 博恩夜夜秀 哦不我是说看洛宇大师的表演 马上就被精彩的洛宇给震慑住 不得不说 这根本就是深游的表演秀 洛宇的表演可说是有模有样 最后小狸猫被发现 是最近到处闹的元凶 就这么被追得走投无路的他 使出了狸猫传说中的 金他妈飞行速 然而他忘记了自己是母的 就这样直接摔死拳俱踪 并没有 原来咱们洛宇大师就如同他的名字 文胡一样 是只狐狸精奶色 被救了小狸猫就这么踏上了洛宇的不归路 这边真的蛮有有顶天家族的氛围 最后甚至还有这集洛宇的解说 让听洛宇听了母沙沙的人 直接了解刚刚到底在说什么 相当的不错 整部剧情还算有趣 说话也不错 对洛宇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 被勇者队伍开除了预收使 一开场主角就被七八勇者驱逐出队伍 这年头勇者都是坏人 魔王都是好人 已经是常识 再来就是主角碰上传说中的最强猫娘 还被猫娘教育说 你才不是什么飞舞 你可以试一我 你要不要试一看看啊 这么天真无邪的问题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换成是我肯定是每天照山山试一 就这样两人随即递结契约 看看这个猫娘掌心上的信奴 我是说羁绊的证明 传说中的见面三秒级试一 直接就翻转主角的废材人生 剧情还算有点意识 说话勉强能看 从ED看来主角 根本就是传说中的人外收集狂 另类的人外后宫剧场 可以看看 那么另一个猫娘的就是这部 转身就是剑 咱们转身变成剑的主角 各种开挂自动杀怪强化自己 后来碰到被全世界种族歧视的黑猫族妹子 真的是连猫族都歧视黑猫族的那种 就因为他比较黑作者是不是在暗示什么呢 于是就是剑就这么成了妹子的师傅一起旅行 然而这猫娘不止 只只好还非常的温柔体贴 只要师傅张了 二话不说就会把师傅的那里给清理干净 没错 我说的就是健身 后来两人跑去考冒险者入门执照 一来就跟考官拼了你死我活 你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什么BOSS战来着 不得不说这部的品质是相当的不错 还有这个冒险者贵姐也是稍稍的 尤其是他叫其他人都7414的时候 更是让许多人都直接高潮 设家的分级更是完全不省番茄酱的作画 还不说看 Do it yourself 在一个无人机外送跟自动驾驶校车 到处都是的世界 主角却住在大雄他们家 应该是在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 而学校的建筑风格却是异常的前卫 前面那些无人机跟自动驾驶 其实都是女主他朋友就读的明星高中的产物 这间学校应该是外星人开办的吧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妹子们各种DIY的日常故事 当然不是你想的那种DIY 而是现今YT频道很流行的手作系列 最终展示了各种未来科技的人 与旧时代的暖女能情味上的冲突 每位女主的真实法社更是都藏在内侧 尤其是这位太太 我喜欢你 本期最佛的太太没有之一 更别说他们家每天都吃猪肉 这只下了半死的猪到底是怎么撑到现在的 动画节奏相当的缓慢 修东西的画面则是相当的舒服 平常的作画品质普通 手作的时候就在水准之上了 世界观更是相当的有趣 可以看看的有趣满国作品 烙印勇士 不负壮旺的推出最讨喜的18家版本 赞叹我大巴哈姆特 烙印勇士又一次精彩重斥 一开场就是世纪帝国的工程大场面 可说是相当的精彩 后来敌方的洋葱骑士登场 吓了一群菜笔巴都不敢上去 只好轮到咱们的傭兵勇士出场 但是不是都说了 咋扣吗 那颗人头 你还给我讨价还价值给七元的 太会赚了吧 骑士大人 不过这战斗场面就有点搞笑了 你怎么只会一个方向的一直批一直批一直批呢 幸好后面有比较好一点 后来就是遇到传说中的英勇士美少年 展开了一生的相爱相杀故事 而咱们凯兹就是那种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巴萨卡 通篇一直都在置之死地而后生 漫画是从黑色剑士片开始 也就是倒序的手法 先用屌炸天的黑色剑士吸引读者 后来才演到这部动画的黄金时代片 也就是他成为煞气的黑色剑士前的故事 本作的血腥与裸露程度都是没在开玩笑的 1997年就出过动画后来又出了电影三集跟动画版 现在又再次重置又可以再次回味 本作3D跟2D可说是完美的混合相当有意思 以故作者山谱剑太郎的经典之作 作品中表现了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对比与扭曲 将灵魂出卖给恶魔的古力飞师作为黑暗的神之手 却被称为光之音 而与黑暗抗争的凯兹却是人们口中被禁止提起的黑色剑士 标理不一黑白颠倒的人们 构成了这部作品中形形色色的角色们 再再都是烙印勇士的迷人之处 菜鸟练金术师开店营业中 D级就是很中规中绝的叙述女主人来历 还有她怎么考到练金术执照的 看看这刀工你根本就来错地方了吧 世上最年轻的特级厨师 不过考题是叫你做终极创商药 你直接就给她做出了上级 要不是剧情故意让员工放错材料 这可能就要直接出局了 就这样开始了沙沙的炼金工坊 最厉害的还是一个孤儿靠学校奖学金跟打工过活 还可以在读书期间赚到500万买炼金术大全 我想这边的物价应该是一本普通的书40万的价格吧 就当众人以为主角有个超好的师傅时 这才发现 原来师傅早就计划好把她送去抽偏僻 但是有一堆稀有材料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简单的进货一堆稀有材料了 本作最会投资的计划通事也 但是这里没有那垂涎玉地的秘之大腿 我是在试兴致绝绝啊 某天早上变成人头麦克风的我军的人生 又一个死于转身死因最多的车祸 这次咱们转身不当人也不当史莱姆 那些都已经落伍了 现在又转身成麦克风柴购槽 不过第一集都是女主们在聊天 没有太多ASMR的元素 甚至还说自己在游戏上找到男友 这种只会出现在动画里的剧情 在现实世界应该是少数中的少数 喜欢ASMR的人可以看看 看的时候绝对要戴上耳机 才能让耳朵有怀孕的感觉 我个人是最喜欢套耳朵那种沙沙声的 真的会听到睡着 夫妇以上脸人未满 故事简单来说就是相当故意的设定 让学校的学生都要做同居实习 这大概是解救日本低生育率的一个新办法 然后就是看男女主角各种傻狗粮的故事 不过看到男主这个青梅竹马的名字 热是让我想到种田师 啊没事当我没说 作画就是典型的店会风格 很亮色块很大 剑条很少 不过该大的地方还是很大的 摄影师也知道究竟该拍什么角度 这方面还是值得赞赏的 彼得·葛利尔的闲者时间 我最喜欢的彼得又来了 能够把哥布林画的如此优美的 也就只有咱们彼得·葛利尔了 那个球那个形状 作者确定不是欧拍戏毕业的吗 好用是称不上 好看倒是不输各大后攻凡 最后就是球业员名图战争 一开场就死人的桥段也太令人意想不到 紧接着的偶皮更是反差感十足 女仆加上刹所的设定 大概是另类的弱化版Likolis 接下来就是他们女主来到就职的女仆店报到 看这个女仆发现不是客人的表情瞬间反转 嗯 固然相当的真实呢 还有这个出入社会的憧憬与梦想 店长马上就跟他说 此刻的心境要好好珍惜哦 嗯 固然相当的现实呢 还有这个109大妹的配音真的是相当的符合人设 尤其是这种高冷型的女仆 是我就爱吃这种的 不过前辈似乎觉得他不太合格呢 于是一阵和平之后 不和平的冲突差不多也开来了 一个收保护费的家伙出现在店里 因为付不出红包 只好叫新人去出任务 简单来说 这个世界的黑道就叫做女仆 只不过他们切的不是小指 而是马尾 再加上这个冷部房的纸带开枪法 嗯 关相当的现实呢 一滴也果不其然就相当有黑道的苍尚味 根本就是人中女仆来着 就连员工表都是旧时代的表现手法 不得不说这部的作画正式相当优秀 还有各种色彩的搭配更是让人赏心悦目 剧情更是本季最令人意外的有趣 加上各种女仆与番茄酱的冲突 没意外的话又是本季霸权之一 那么今天的烟火就到这边 我是RT 这女仆也太憨了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